半夜三点醒,是魂不入肝,送你一个深睡方 大家好,我是中医好医生 今天这期视频我给大家聊一聊 睡到半夜两三点钟左右就醒来 然后在哪睡着的问题 在睡眠医学里头啊,这个叫做早醒 说起来这个事儿十分普遍 我要提示你的是,你看看你几点入睡的 头天晚上八九点就入睡了 凌晨三点醒来,这很正常 你已经睡够了,要是头天晚上十点 十一点入睡,凌晨两三点起来 才睡不到五个小时,这就得考虑干预了 如果你半夜十二点左右入睡 三点来中就醒了,那你别迟疑了 赶紧看病去,你很可能已经属于病态了 当然,事儿也不是如此简单 就能划分清楚的 临证,你得看患者的其他症候表现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病例 您可以先动动双手,点赞收藏 也可以把您的症状打在评论区 我来帮您分析 话说有这么一个女子,年四十二岁 姓张,这个人啊,平时工作比较紧张 业绩考核压力大 所以精神时常主于紧绷状态 睡眠从好多年前开始就不好了 最近这段时间,他长半夜两三点钟就醒来 而且入睡十分困难 一整夜多说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醒来之前做梦,早醒以后难以入睡 晚上也睡不好 第二天就迷惑,头晕,心慌,记忆力大不如从前 此人也曾经用过一些中程药,效果一般 后来他决定看中医,通过汤药来调一下 面诊时候啊,见患者脉嫌隙 折红,胎薄黄 食欲不振,烦躁,头晕,胸闷 整个人被失眠折磨的,寻死觅火了 于是啊,就写了一张配舞,嘱咐患者服用 有柴虎,白勺,纸鞘,生肝草,玫瑰花,莲子心 脖子仁,浮神,琥珀墨 结果如何呢? 刚刚服用不久的时候 患者觉得毫无效果 所以一度想到放弃治疗 但后来啊,经过家人劝说就坚持用药 一度用了三个疗程 这时候,患者的睡眠时间开始延长了 一晚能睡四个小时,多一点 梦少,第二天精神也有所好转了 那在看到效果以后啊 在原方的基础上增加了酸草仁,手无疼 继续服用了三个疗程 最终患者每天晚上能睡六小时 精神状态呢,基本恢复正常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告诉你啊,中医里头有一种理论 认为多梦早醒这个事儿 可能和魂不归肝有关系 啥意思呢? 按照此物流注规律 夜半一点到三点为肝经当令 肝这个时候出来管事儿 肝藏魂 肝不受邪可以藏魂 人就睡得安稳 如果肝的机能不好 魂不归肝 人就容易在这个时候醒来 醒之前多梦 甚至做噩梦 那么病案中这个女患者 她的肝好不好 从中医辩证角度来看 不好 因为这个人啊 平时的精神压力就较大 精神紧张 这就导致肝气愈结 肝气愈结日久 就会化热 热些 灼伤肝阴 再加上肝气不舒 所以患者的肝就没有办法藏魂 魂不能入肝 他半夜就早醒多梦 入睡难 从全身症候来看 患者肝瘀的问题也十分明显 胸闷那是肝气不舒 气质于胸 烦躁易怒那是肝气愈质 肝阴不足 热扰心神 舌红 胎薄黄 脉贤系 这些都是典型的肝瘀有热之相 怎么办呀 当然要舒肝清热养阴血 安心神 其中舒肝是基础 所以用的这个配舞其实是斯尼散加减 在这个配舞的基础上 加入玫瑰花 舒肝解育 加入莲子心和琥珀墨来 清火歇热安神 加入脖子仁来养心肝之血 加入浮神来安心神 后期加入羊血安神的手无疼和酸枣仁 最终获得良效 可以说这个配舞就是在斯尼散 舒肝解育的基础上来进行化财应用的 其实除了斯尼散 逍遥散等舒肝解育之际也可以拿来化财应用 总而言之 无论通过什么方法 我们让肝瘀得解 肝热得清 肝昏得以收藏 那睡眠肯定就跟着好转了 屏幕前的您记下来了吗 那今天的内容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因为中医讲究一人一方需要根据个人体制进行辩证加减 我可以为大家调方 但是不会给通用的伎俩 屏幕前的你如果也正受早醒的困扰 苦于不知道怎么调理 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我来为你辩证分析 我是中医好医生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